這個衣褲真的超重要 因為我有一次就是 就是我很久以前 就是有一個男朋友跟我分手 所以他覺得我穿著很幼稚 就穿太可愛 他想要就是是成熟女性的感覺 辣妹風 對 所以那時候因為這樣跟我分手 然後有一次想說 終於逮到機會了 因為我們要一起參加一個 共同朋友的婚禮 想說我今天要穿得最辣最正這樣 就是要讓他覺得後悔 很貼身的那種 戰袍 對 就想說要穿得最美這樣 然後那天穿了一個 我覺得很厲害的衣服這樣 然後登場 然後那天有我就坐在那裡想說 哼 贏了吧 是不是後悔了這樣 然後我們還說 看我今天是不是穿得很漂亮這樣 他就回 忍忍回說 你以後可不可以尊重一下自己 尊重一下別人 他說你可不可以好好穿衣服 然後我就回他說 我今天也沒露腿也沒露胸 但是穿了一件就很漂亮的衣服這樣 可是就也沒露 然後他就說 大概全部婚禮人都看到你的內衣跟內褲 然後我想說怎麼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那件衣服是有一點透視妝 但我自己不是很知道這件事 然後你知道 妳是戴墨鏡的 不是 因為那個衣服是在光下 對 光下 有些是光下才會透過來 我覺得妳穿的時候 在家裡看不出來 妳在家裡根本不知道這件事 因為家裡的光不可能 黃光 對 然後我在背景 就是背板拍照的時候 那個光是最美的 所以我在那邊這樣拍的時候 全部人在旁邊看 都是在看著我的內衣跟內褲 妳這男朋友很過分回家才跟你講 對 而且是我剛剛說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嗎 他才講 因為我真的很難得參加婚禮 會被大家做過 那感覺是像去踩場子 對 讓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就是不知者無罪了 然後我後來就自然也不敢穿那衣服 所以我已經把它給燒了 太恨 還有其他你們花錢 可是你覺得 怎麼還是反效果的現象 對 就是有沒有更傷到 我是小時候 大概一歲多的時候 有跟我姐姐去廟裡拜拜 然後他就是 我們那邊玩什麼的 他的香 一把的香就插到我的脖子 那超痛的吧 然後他一插下來 你知道小朋友可能覺得痛就會夾住 對 所以就夾住 我這裡就有一個傷口 然後一直到大概長大之後交了男朋友 我才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那個傷口還好 然後那時候的男朋友就說 你這邊好噁心 就是摸起來怎麼粗粗的 然後就是他覺得那邊是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我就聽他講完就覺得 那我是不是要去把它處理掉 我就去重新給人家把它把那個剪掉 因為它那個是凸的 所以他把它剪掉 然後重新縫過這樣 結果縫完之後 你們看我現在 看我其實我本人 看不太有一點點 紅紅而已 照片就這樣 結果我用完之後 那時候跟那個男朋友出去 他朋友都說 昨天你們兩個 說我這是草莓 種草莓 對 因為它顏色就變比較深 這看起來會誤會 真的 對啊 就是一直被人家誤會 妳給導播看一下 對 這很像有一個疤 會被種草莓 真的 有一個疤 對 可是它就變成平的 可是本來是凸的 但因為平的其實化妝比較好蓋 凸的比較難蓋 但是 本來凸的的時候 其實根本沒什麼人發現 而且也不會有人沒事去摸妳這邊 不會 而且因為它顏色就是 跟我的膚色是一樣的 那妳凸久了 會不會人家以為妳有猴肩 我最近是有一次是因為 就是前陣子不是很流行 短髮的女生嗎 然後韓劇都是那種很漂亮的 短髮女生 然後當時那 因為我一直都是長髮 所以那妳真的想說 我要讓我的男朋友 有換女朋友的感覺 要讓他有新鮮感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問過他 就把我的長髮剪短 就是直接剪了 然後去找他 想說給他一個驚喜 然後就見到他 我就說你看 是不是很新鮮啊 然後那人人在看我 我就說有沒有換新女朋友的感覺 然後這樣 妳這樣好像我媽喔 然後我就... 這很傷眼 對 我為了他剪掉了我的長髮 他居然覺得我長得更像他媽了 那我就覺得 這個長髮剪得太不適合 他不喜歡短髮 男生好像都不喜歡 可是當時是他說韓君的女生 都很漂亮 很美喔 對 然後可是我剪以後 他卻說像他媽 有一些人適合有一些人 對 就是我不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發生... 最近發生的一件事情 也是跟我先生有關 就是因為 最近就是我參加了一個 明星二手衣賣會 但主辦人是年輕人跟網紅 那一團裡面只有我一個是媽媽 那我也藉詞 客群不一樣 對 客群不一樣 但我還是熱賣喔 因為比如說大家的底價 都訂在300 我只好壓低50 不便宜喔 請假的歌讚 真的假的 好 主辦人來了 主辦人是一個年輕的正妹熊熊 有熊熊對不對 好 但熊熊跟我不太有年齡 還有形象 還有什麼初到年紀的落差 那我開車找我 但重點就來了 那一天呢 我老公就打電話給我 因為我們要賣東西 就有兩個行李箱 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可能晚上要來接我 然後我老公平常就是不理我 不接我對不對 他那天非常熱心說 我一定親自來接你 他要看熊熊 但我一開始沒有想到 因為我覺得年紀不太一樣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喜歡什麼 就是舒淇淋溪 可能跟我這個同年紀的 就是不太一樣 然後我就說 好 你來接我 他車子喔 我有帶行李 是不是開到門口 把行李拿上去就好 他偏偏不要喔 他說我停好車 我現在過來看你 我就說你幹嘛過來看我 這時候還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說我就有行李 你幹嘛過來看我 我結束我就拿上去 他就說 沒有啦 因為我告訴你 熊熊最近有在健身 我想看看他最近健身的成果 他怎麼知道 對 我就說 你為什麼知道熊熊有在健身 你老公怎麼知道 對 他就說 我長期有關注他的粉磚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 真的 不是 你在跟我關注熊熊一個 就跟你完全兩個世界的人 他來了 哇塞 很熱情喔 很熱情的 找熊熊拍照 抱著女兒 是一家人嗎 有沒有剪他衣服 他搞不好買了幾套內衣回去 買了幾套熊熊 然後抱著女兒衝過來 找熊熊拍照 跟粉絲一樣 然後我 誰拍照 我在幫他們拍照 幸福的一家人 好險 這時候 幸福 你看看我女兒還是認媽媽的 因為她有瞄一眼 覺得尺寸不一樣 她就 你看我女兒在躲她 她知道 這不是她的媽媽 父母親切 真的 父母親切 你看她是看著我很委屈 她不喜歡大胸部嗎 然後 然後 好多心喔